Thomas,你覺得這次數據是否很差,還是你覺得還可以呢? 我覺得合我預期 其實你也預期沒有那麼高 是的,因為最近這一兩天,你看報道的時候 都覺得是不到5% 因為上一季的行業整改,規模也比較大 也有一個廣泛性 增長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反而我自己的焦點一直強調的時候 都是看回今季的狀況 你已經三季加起來的時候 都是低於10% 如果你要期望 一路疫情之前的一個補白狀況的時候 你變成今季的GDP增長 是一定要去到7%或以上 那到底怎樣捱呢? 另一個方面要想的時候 大家對於疫情當中就會認為 上年的基數是比較小的 你在一個這樣基數低的狀況下 你也做不到一個雙位數字的增長 也會對於一些外資 接下來的投資 就會構成一個負面的考慮 所以我自己去看的時候 應該內地本身是期望 今年全年的經濟增長 可以去到一個雙位數字 就會比較合理一些 所以無論怎樣看的話 今季的經濟增長都是事在必行 只不過電價方面 就有些疾愛在 所以這些變數 到底內地怎樣刺激經濟去解決 這也是值得大家來的關注 推遠一點會不會有機會降進呢? 其實你覺得今年內 降進也有這樣的可能性 但是我自己覺得 可能反而是補貼一些電廠 然後供電方面 回復一個正常 這個短期的策略的可行性 會比較高 其實實際上也有可能有這樣的需要 因為牽連都比較大 好 最後真的跟大家報到最後一個數據 內地九月份的CPI升幅 就是放緩去到0.7% 0.7% 創六個月以來的新低 再一次多謝Thomas 跟我們即時去解讀這些數據 請問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